作者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215集 两个傻瓜在牢房相遇 八王爷正在书房坐着发愁呢 他望赵普快点回来 望得脖子都长了 正这时 长蓝虎跑了进来 王爷 怎么样 是不是泽兰回来了 没 刚才抓了一个可疑的人 可疑的人 细作 不太清楚 两个少年 温姓名支支吾吾的 还有这封书信 完全看不懂 啥是古怪 长蓝虎将从包岩身上 搜下来的书信 交给了八王爷 八王爷接过来看了看 又想了想 突然乐了 这真是有趣了 王爷 要不要严信拷问 这两人可打不得 那 放了 你将他俩送去大理寺 让大理寺亲 安排他们和小侯爷 庞玉 关押在一处大牢里 这 快去吧 记住 不可动他俩一根寒毛 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其他不用去管他们 八王爷吩咐完 摆了摆手 示意长蓝虎赶紧去办 长蓝虎障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过也没辙 只好照办去了 于是包岩和包喜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被关进了大理寺的天牢 还跟小侯爷庞玉 蹲了一间班房 展昭和白玉堂 先到了金刀王爷方霸的军营附近 展昭站在一棵高树上 往远处张望 这老头军营还挺像样的嘛 人马整肃 人不少啊 不过这里真有十万 拉倒吧 打仗都这样 当年赤壁大战 曹兵不也吹有百万 其实几十万而已 以至于后来输给周郎了 还被人笑了几千年 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 庞夫人的病嘛 白玉堂对展昭挑挑眉 展昭笑咪咪 跟他一起凑第二边的热闹去了 两人来到庞夫人的军营 刚看一眼就瞅见 几百个正在操练的女兵 顿时一惊 哇 女兵哎 是女兵又不是螃蟹 你激动什么 我也不是看到螃蟹 就总会激动的 那一会儿去太白居 吃酸辣蟹 好呀 展昭想都没想 眯着眼睛笑了硬撑 答应完后 看着白玉堂似笑非笑的神情 展昭摸了摸下巴略尴尬 你看那里 白玉堂忽然指着帅丈的方向 展昭望过去 就见一个老妇人走着出来 哇 这是庞夫人 好体格呀 那是 你看这顶盔冠甲 照袍束带的 打远了瞧 当年张三爷 估计也就这体格 展昭斜着眼睛看白玉堂 两久发出一句疑问 有什么不对啊 没理由呀 庞太师和胡言郡主这模样 怎么可能生出庞飞这样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呢 白玉堂愣了愣 摸下巴 这的确是个谜 不过也是啊 包大人都能生出包炎这样的 那估计是像了双方爹娘的优点吧 哎 可惜啊 庞玉要是有他娘的体格 也不至于被人欺负成这样子 他这样都一拳打死了风俊 跟他娘一样魁梧 岂不是一拳打死小五啊 你刚才说什么包炎啊 哦 包大人的儿子 今年刚刚十七岁 叫包炎 可有意思啊 哦 他不像包大人 展昭想了想 没说话就是扑斥了一声 似乎想起来就乐 展昭乐 包炎可乐不起来 他这会儿愁啊 这叫什么事 长篮虎 按照八王爷的指使 将人送去了大理寺 大理寺卿这几天正挠头的 要了他命了 一个小猴也就够瞧的了 没想到庞妃也来蹲大牢 更更更要命的是 这位皇上的宠妃身怀六甲 到目前为止 这是第一个怀孕的皇妃 换句话说 这要怀的是女的 就是长公主 要是男的 那更了不得了 当朝太子在庞妃肚子里呢 这地牢阴冷 环境又差 万一庞妃有个好歹 或者动了胎气 估计皇太后用指甲 就能把他挠死 这头正烦呢 长篮虎还送了 两个莫名其妙的小孩来 大理寺卿也懒得管了 王爷吩咐的就照办呗 他只求包大人赶紧回来 将这事情推给开封府 他也好少担惊受怕 包岩就这么跟包喜一起 被送进了大牢 刚进天牢 包岩就吓一跳 这大理寺的天牢 怎么这么恼火 好热呀 包喜边走边脱外套 包岩也纳闷 而且最有趣的是 这天牢分两边 一边是木龙门的 还正常点 但是里边也忒干净了 而另一边更扯 雪白的围漫围着 门口还有丫鬟婆子自由进出 另外单独空出一间屋子来 也没上锁 几个太监宫女的似乎正在里边休息 还有几个老头正在看书 手边放着药箱针包 看着像郎中 包喜轻轻拽了拽包岩 少爷 大理寺牢房待遇 比开封府强多了呀 包岩嘴角抽了抽 还没等他说话 木龙那边的一扇门打开 一个侍卫 嗑嗑嗑嗑请他进去 你们中午饭吃什么 还可以订餐 这阵子都是什么事啊 吃什么赶紧说 我想吃蒸蛋 再来个醋溜肚片 再来个拍黄瓜 再来个鱼香茄子 要米饭不要馒头 我还想吃 糖醋鱼 要馒头 不要米饭 侍卫再一次望天 好吗 这官差当成太白鞠的伙计了 包岩和包喜进了牢房 牢门锁上 牙柴就走了 包岩和包喜对视了一眼 这会儿才反应过来 赶紧抓着牢门嚷嚷 你们凭什么关我们的 来人哪 我们是冤枉的 闭嘴 两人还没说完 突然旁边一个一头白发 穿着华丽的老公公 压低声音 呵斥了一句 这话虽然不响 但很有威慑力 包岩和包喜 也都下意识不喊了 望着他 那人穿着宫里 大太监的衣服 虽然老迈 但是精神十分好 而且脸孔消瘦 样子有些威严 又可能因为是太监之身 所以有一股子阴气 安静 不要打扰娘娘休息 包岩和包喜愣了两久 娘娘 大理寺天牢里边 还有娘娘 这时一旁的草队里 有人打了个哈欠 包岩和包喜一惊 怎么还有人呢 转眼瞧 就见草堆里爬起个 穿着锦衣滑服的 年轻公子来 张开双臂伸了个懒腰 似乎是刚醒 这俩谁啊 包岩和包喜盯着他看 长得还不赖 年岁大概十八九 公子哥 腔调蛮足 草堆里的落难少爷是谁 可不就是倒了八辈子血霉的安乐侯 庞玉吗 庞玉伸了个懒腰 也看见跟木头似的处在眼前的包岩和包喜了 还挺不解 歪着头打量 这时 那个公公开口说话了 语调比刚才柔和了不少 侯爷 醒了 柳公公 庞玉一转脸 立刻开心地蹦了起来 那位柳公公走到牢门前 隔着牢笼 伸过他那只销兽 却又显得很大 鹰爪一样的手来 轻轻抚摸跑到牢笼边旁玉的脑袋 小侯爷何曾受过这种气啊 心疼死老奴了 怎么跟太师交代呀 柳公公 你别心疼我了 你去偷我姐吧 庞玉一句话 那位柳公公眼圈都红了 方霸那个狗东西 让皇妃受这种委屈 害我大宋未降生的龙儿 受这种屈辱 老奴一定要他不得好死 好像太监 不是 是真的太监 好阴险好坏的感觉啊 公公 你别上火 你劝劝我姐 让她回宫里去 要不然回家也行啊 这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啊 劝不动啊 说着 那柳公公突然不说话了 站起来 望着不远处的入口 随后就见那公公赶紧过去在路边跪下 身后一众大宫女小太监也都跟着跪下 口称 公迎圣驾 包言嘴角又抽着抽 见一旁旁玉也跪下了 包喜拽着包言 咱们要不然也跪 跪什么跪 男儿膝下有黄金 话刚说完 正好入口处走进来一个穿着黑色便服的男子 虽然说是便服 但是简单中还是有几分雍容华贵之感 那人二十多岁 中等身材 面容端正温和 长了一张好人的脸 气宇不凡 带着一股子归气 无皇万岁 柳公公带着众人要行礼 来人一摆手 免了礼 说完 看了还木头一样处在原地的包言一眼 包言还傻戳戳盯着他看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